我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的手卷寿司 谢谢你 但目前是上班时间 你想吃手卷寿司随时跟我说 我认识做手卷最厉害的日本大厨 就还是拜托您多照顾照顾艾班 那一定 没想到艾文医生竟然有这么多兄弟 前一阵子你们的表弟也有来医院拜访 表弟 什么表弟 难道说的是 那个天天纠缠小月月的心理医生 明明是心理医生 为什么说成表弟 说起来 欧月好像很怕他 那个家伙在欧月身边 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 需要好好调查一下他的真实身份 终于找到你了 这是你每次充满能量后最喜欢的游戏 都找到这儿来了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你不是最喜欢这样的我吗 你的样子没有魅惑 倒是搞笑得很 也不知道是谁每次看见这样的我 都会扑过来的 你清醒一点 现在的我看见你的样子 就很反胃了 一定是因为他有了那个新欢 才会不是我的魅力 都是因为那个人 忙了一天 今天又没有机会去资料室拿名单 真不知道欧文凤 要那些病人的资料 有什么用 艾文医生 我们几个护士 为您用新研发的材料 做了手套 这个手套柔软透气 您就不用天天带塑料手套了 怎么感觉今天同事们都意外的热情 是模特吗 这边 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吗 不然呢 帅死 回家吧 这里放热死 金色头发还是蛮显眼的嘛 我等你抖中暑了 你背我 这公共场合不太好吧 我现在叫辆车 晒得晕车 你背我 这种情况 他的请求也是合理的 我也可以突破一下自己 那你上来吧 背到家哦 没有想象中的中 你也没有想象中的紧张不适呢 那看来你的治疗方案对我有效 欧月每次和他在一起 都好像变了一个人 这个心理医生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 要怎样才能靠近真实的他 通知欧月今晚回家 参加相亲晚宴了吗 一直在打少爷的电话 但是没人接 我直接跟他视频 你还是有点重的 什么 对于碰触 你现在很自然嘛 我感觉现在 很适合给你治疗呢 直接是